我在报馆座每一天我必须要看报纸 每天是看很多份报纸 所以我每一次看都知道 如果有灾难的话 第一个到现场的话就是刺激 所以我觉得我要深入去看这个团体 到底是什么团体 我就去上网络找刺激 我就找到了客户的家业 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人 我也没有朋友 也没有邻居 我师兄也不跟我去 可是我就觉得这团体很好 虽然没有人跟我在一起都好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就去 初初我师姐是很喜欢做环保 我就不大喜欢 因为邻居邻居去跟他们拿他们垃圾 为什么我要做 我从小是一个很穷的家庭 我就是住在靠近那种垃圾堆的地方 就是每一天等那个罗里的那些垃圾来倒的话 我们就设就设那种玻璃瓶 拿回去洗就可以卖那一两分一个 所以对我来讲垃圾不是垃圾 对我那一时候可以给我一点点零用钱 整个居住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 整个花园 我们会放上去 然后他们有那个资源 后来认识了雌雞 知道环保的好处 是要救地球 我们对自己心里说 我们做的是对的 人家怎样说是不管它 早年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假如有吵架 我的太太她的脾气是不是不是很好 她可以一个月里面不要跟我说话 因为我有四个孩子 我四个孩子已经给我很多烦恼了 然后我做工 我做的是市场 每一天我就是要追预算 追什么什么 就是我很 under stress 很多 pressure那种 所以我很快我就会发脾气 哈喽 哈喽 我们来了喽 我有见很多那种家房 我看到很多很苦难的人 我感觉到我很幸福 我为何要生气这么多 对我有什么好处 对大家都不好 所以我尽了持久 我觉得每一天都有它的意义 大家吃吃饭 加油 要用功 受证就是一个开始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学习吧 我是希望如果我们现在去海外回来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要开始去做很多 比较有意义的东西 我现在已经退休了 我会继续做环保 做关怀这两方面